C罗转会到尤恩图司之后吸引了所以球迷的关注 C罗是这个世界上曝光度最大的足球明星没有之一 虽然在个人能力和成就上 很多人都在争辩梅西和C罗高低 但是在场外尤其是个人品牌开发和商业曝光上 梅西确实距离C罗有很大的差距 这和他们之间的性格以及团队有些关系 C罗从曼莲去到黄马 从黄马去到尤文 每一次都是世界级的转会 对于C罗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的C罗在尤文图司看起来过得很轻松 很多异道力做他民族都在欢迎C罗的到来 甚至很多媒体也都将C罗来到异甲来到尤文图司是化时代的 哪怕这其中也有很多人和媒体 他们和尤文图司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现役的球员中英莫比莱甚至说自己庆幸在C罗到来之前 已经品尝了一甲金靴的荣誉 言外之意就是C罗来到一甲之后金靴 肯定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这是很高的评价 目前C罗和家人们也都在都灵城 谈到他的家庭现在关注度最高的肯定要说是他的爱人乔治那了 虽然有很多喜欢C罗的人觉得以他这样总裁的身份 完全可以找一个比乔治内更好看的女人啊 就像当年的伊莫娜一样 但是现在的C罗已经不是之前那个矛头小伙子了 他自从和乔治那在一起之后什么夜店绯闻之类的新闻传得上很多 所以有的时候两人在一起不在于多般配 而在于大配 C罗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表白乔治那 而最近乔治那也表白了C罗一把 既然是来到了意大利 入乡随书的乔治那用意大利语发了一句 然后图片 是他和C罗一起坐在车里微笑的照片 的意思 是我的最爱 不得不说罗嫂这样的表白方式也是很直接 用意大利语表白 也是情商很高 C罗和乔治那现在看起来是体感的金铜日语了 大家都希望在未来他们可以成为下一个维多利亚和贝克汉姆 小贝和贝嫂之间的感情 玉尔金 生意等都被认为是凯摩 现在看起来C罗和乔治那 有向他们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所以对代表发展的优优优优优优独播是凯摩 直接打发展的关键 不处 是凯摩